Hello,Stars Hong Kong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環球小姐五強許詠詩,Joyce 我想問一下你怎麼知道這個比賽的呢? 我覺得其實都頗有緣分的 因為我在社交媒體,在Instagram上面看到一個Ad 自己超級隨便按了進去 但其實身邊的家人和朋友都頗支持我的 我說去,他們就說你去買吧,你OK的 所以我就進入了Top16,現在就走到Top5的舞台 那你覺得這個過程,整個參選的過程,你有什麼得著呢? 我覺得得著的話,應該講到明天 得著的話,我覺得最開心就是認識到一班的家人們 因為其實私底下,我們都有很多相處的時間 例如在演唱的時候,我們一起吃飯,一起排練,一起聊心事都會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環境之下,認識到大家 其實我很榮幸和很開心,大家都可以這麼交心 另外其實我覺得一眾幕後的日馬 其實排舞老師,Judy,甚至是Dorian 等等很多很優秀的人在幫助我們 我覺得就好像有一句說話 就是當你想做一件事的時候,真的 全個宇宙都在幫助你的感覺 那你參選前和參選後,你覺得自己個人有什麼成長呢? 成長嗎?第一個講一個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這一兩個月,我很積極地去 去get in shape 其實這兩個月都有瘦了差不多10磅 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比較難去減肥的人 但是堅持了兩個月 每一晚都去跑街,每一晚都去跑步 如果大家有follow的fresh,你們應該會看到 我每一天都去更新這個日子 不知道有多少的挑戰 每一天都很堅持地去健身做運動 這個是真的 應該有生意來,26年你沒有試過 另外我覺得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因為我以往都沒有任何的 水美經驗,又或者站在這麼幕前的地方 去工作,主持,或者去說話 所以其實是給了很大的勇氣 我也多謝自己這一份衝動 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多位佳麗之中 你的腰是最幼的 你怎麼練回來的呢? 天生的 是不是被人打? 腰啊? 但是其實我反而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下半身是會比較水腫 不知道是很定壞 因為可能是這樣 所以令到我的上身看起來好像是嬌小一點 比較纖小一點 但是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重要的就是飲食和做運動 那你對海選的時候 你已經見過阿An 然後做決賽又再見到阿An 有什麼感覺呢? 其實我覺得首先 她每一次的出現 就是可能穿著不同的衣服 對我來說其實也是很新鮮 而且看到曾經選過美琦在舞台上面的人 就在我面前 那種感覺是真的很震撼的 而且我覺得她的個人性也是非常好 就是她都會過來跟我們這麼多位佳麗去聊天 去給我們提示 我覺得她說一句話 我應該是受用 受用一百年 嗯 那這次的成績你覺得會滿意呢? 你問我的話 總共滿意的 但是我覺得我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空間 因為始終是第一次 那我會視這個為起點 就好像我第一次在 PressCon說的事情 這裡就是我的起點 那我希望都在其他不同的舞台上面 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學習 第一次已經入了五強 那宣布那個時候 那個名字那個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我其實呢 我是有幻想過 如果當時你入了Top5 或者是Top3 是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我腦海裡面 我經常很想做一個奧運 那些人一入 入球就會做這樣的動作 但是我那一刻其實是很驚訝的 因為我有很多的家人來支持我 很多的朋友 然後我聽到我Top5 是第五個宣布的名字的時候 其實是 都真的很驚訝 因為我沒有想到 還有呢 當時我其實是很緊張 我的裙子走不走出去 那所以 其實 是很意外 但是是很一個 好像魔術的時刻 那樣 那我記得那時候 現場很多人叫你 但是我看回 你去FestC團真的很厲害 有多少燈牌是你 然後又有團體 你有什麼感想去多謝他們呢? 我覺得我自己 我真的人生第一次感覺 在台上做明星的感覺 就是很感謝我的家人 朋友 因為真的幫我做了很多應援 就是好像那些韓星在台上 你有燈牌 有T恤 很大隻字的全名 他們還很齊心 一起喊二號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他們來看我 我入到十五強 我已經覺得很幸福 還有我很想他們為我驕傲 是 那這次和力俊 和吳豪康 合作 就是他們在表演 那你有什麼感想 去跟他們兩個說呢? 其實 對吳豪康先生 因為我一直 我都有去看他的社交媒體 就是他之前可能 演員 跟著演員生涯 走到現在做一個 叫做 content creator 我覺得他的內容 是非常之多之多錯 而且我很尊重他 我覺得他對生活 對家庭 那種 passion 那種愛護 其實是 很值得我去學習 而力俊 都是我們第一次 在舞台上的合作 演唱會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之短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 很專業 就是大家其實 不用練很多次 大家看到 這裡走到那裡 我們大家互相簽著大家 最大的目的 我們共同的目的 都是令到舞台 是最美的 這樣呈現出來 你有沒有什麼人 要多謝 這個我真的 要寫一篇文章出來 有什麼人要多謝 首先 我覺得我最想 最想 多謝的就是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因為其實我 爸爸 就是我 很有勇氣 參加選美比賽的 其中一個原因 去年他也有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是在醫院度過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靈魂 而在這個家庭背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角色 就是我的媽媽 因為其實 這個家庭 真的只有這個 這麼強大的女人 去支持著我們 就是做我們的支柱 做我家人的 所有 心靈上的一個支柱 所以我覺得是 很想藉著這個鏡頭的機會 去多謝他 也希望我能夠令到他們 驕傲 還有 將來都一定會去前面 更多成功的自己 你這樣會不會有考慮參加港姐呢 這樣看得起 我覺得如果有 真的這麼好的機會 我當然是想再挑戰自己 因為我覺得 我也是想 就是好像 MARIO 那個經驗值 不停地去升 這樣 成為一個更加強大的MARIO 對 所以有這個機會 我當然是很想回去爭取 那好像呢 你覺得這一年左右 你會想有些什麼想做呢 我覺得 首先就是 我的工作上 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 更加成功 和年輕的entrepreneur 第二就是 都很想藉著這次的選美經驗 都很想試一下一些不同的 一些工作 那譬如說 我看到當晚的主持 都是非常活躍 非常之 大家都很有這個口才 所以我都很想和他們 好好學習 那 對 這些就是我未來都很想嘗試的 一些工作 好